你猜,现在人们都经历的太多,深思熟虑得太少,他们得了煞机症,同时又得了肠脚痛,因此变得越来越瘦,尽管他们吃得那么多。 现在说,我什么也没经历过的人是笨蛋,如果我们让另一个人遭受了损害,那么给他一个拿我们去开心的机会,让他个人得到补偿,甚至赢得他对我们的好意。 这往往就足够了,真正的思想在真正的诗人那里,都像埃及妇女一样,是带着面纱出现的,只有思想的深邃目光,越过面纱自由的观望,诗人的思想通常不像他们被认为的那样有价值。 人们还要为面纱和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代价,一下子比较远地说离自己的时代,有如脱离着时代之岸,被去赶回从前的世界观的大洋中,这是有好处的。 从那里朝海岸看,我们第一次眺望其全貌,如果我们再靠近它,就有优势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海岸的人,更好地全面了解它。 那些在生活中优先选择,美而不选择有用的人,最终必然像优先选择糖果而不选择面包的孩子一样,毁了位,很是样样不快地看世界。 如果一个人带着弃绝人生的念头,故意生活在孤独中,那么他就可以因此而将同人的交往,变成自己难得享受到的美食,道德提供了多少娱乐啊? 人们在讲述高少门慷慨的世纪时,兴奋的眼泪流成了海洋,生活的这种魅力将会消失。 如果全无责任新的信仰迅速蔓延的话,真正想变得自由的人将在变化的过程中,没有任何压力的同时失去错误和罪恶的倾向。 他还将越来越少地受到不快和烦恼的袭击,因为他的意志除了知识以及获取知识的手段以外, 不会更迫切地想要任何东西,也就是说,想要那种持久的状态,他在其中能最出色的道获取知识。 某个人如果不是每天至少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摆脱激情,他任何书本,那么他如何成为思想家呢? 假如一个人无力自卫,于是也就不想自卫,我们认为这不算什么耻辱,但是我们面是既无能力也无意志进行复仇的人。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我们要是不相信一个女人,会在某种形势下,熟练地操起匕首对付我们。 试问,这女人能紧紧抓牢或者说吸引我们吗? 女人在某种情势下操刀对付自己,这是更为严厉的复仇中国式的复仇。 快乐的知识,如果有人向我们道歉,他必须做得非常地道,要不然我们很容易会感觉是自己的不是,因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 人们渴望光明,不是为了看得更清楚,而是为了更加引人注目。 人们在谁面前引人注目,就很乐意让谁来当光。 如果没等于使人于愿,妙夫们曾经这样倡导,那么有用就往往是必要的迂回求美之路,他可以完全正当地驳去那些不愿意等待。 想要不通过,迂回之路就实现一切好事的瞬间之人的短视谴责。 当一个艺术家,不仅仅想要当一名艺术家,而且还想要唤醒民族道德的时候,他会受到惩罚,最终迷上了纯粹由道的材料构成了狂热。 而妙夫女神则想对这种做法,因为这位如此好心的女神也会出于妒忌而变的怀疑恶意。 于是我们想起了米尔顿和科罗普斯托克,一个好作者得到的最后的东西是丰满,把丰满随身带来的人绝不会成为一个好作者。 最纯粹的赛马是很瘦的,直到他们可以从胜利中获得休息。 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一场个人纠纷和争吵之后,一方通常因想象伤害了另一方而感得很痛苦。 而另一方则因为想象没有足够伤害对方而感得很痛苦,为此他或他努力用眼泪、抽烟,以及仿然而若失的神色,使对方因此心情沉重。 我们一攀登到比那些至今一直赞美我们的那些人更高的地方时,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显得下沉,下降了,因为他们总以为一直是和我们一起在顶峰的。 不热爱现实的诗人的妙思将根本不是现实,他将为他生下眼窝深陷的,患有过于严重的软骨病的孩子。 如果我们太亲近地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,那就好像我们一再用手指,直接触摸一幅精美的同板画。 终有一天我们手里就只剩下又脏又泼的指,不再有什么别的东西。 一个人的心灵同样最终会被不断地触摸磨损,至少他最终对我们显得如此,我们再也看不见他原先的般文和美。 你总是在同女人和朋友过分亲密地将往中失去美,有时你会在此过程中失去你生命的明珠,行使权利需要你付出代价,也要求有勇气,所以这么多人才使他们正当的,或最正当的权利变得无效。 因为这种权利是一种权利,但是他们太懒惰,太胆小,而没有行使他,遮盖这些过失的德行,叫做宽恕和耐心。 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,不想损害任何人,岂可以是一种正义情操,也可以是一种情小甚为品性的标志。 留意不要让你的宁静与狭想,等同驴狗在一家肉铺子前面的宁静与狭想。 空虚不让他往前去,弹欲不让他往后撤,眼睛瞪得像两只大嘴。 我们习惯于在所有完美者那里忽视有关生成的问题,却静静的到于现在,就好像他是靠魔法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的。 在这个问题上,大概我们仍处于一种原始神话感的影响之下,我们几乎还是有如此的感觉,例如在一个希腊神殿中, 就像在帕埃斯图姆的那种,好像有一天早晨,一位神仙轻松自如的,用如此巨大的仲鹤,建成了自己的剧所。 在其他时候,又好像一个灵魂,十分突然地被施魔法变到一块石头中。 现在想要透过石头向外说话,艺术家知道,他的作品只有在激起一种信念。 即使人相信极星创作,相信一种奇迹般的一蹴而就的突然性时,才能发挥充分的作用。 所以他就促进这种幻觉,将创作开始时的那些兴奋不安的因素,忙碌摸索的混乱因素,专注的梦幻因素统统引入艺术。 作为一种欺骗手段,煽起观众或听众心灵中的情绪,使他们相信完美者的突然出现。 不言而喻,艺术科学必须最明确地反对这种幻觉,必须指出理智的错误判断以及它被灌出来的病。 由于这种错误判断和毛病,每次落入了艺术家的圈套,愧疚就像狗咬石头一样。 是一种愚蠢,想要刻意向另一个人套近乎的人,通常是对那个人是否拥有对他的信任没有把握。 谁能肯定这种信任,谁就不会看重近乎,在与人们的骄傲中,善意的掩饰经常是必要的,好像我们并没有看透他们行为的动机。 谁给病人一些建议,谁就会得到一种凌驾于病人之上的感觉,无论这些建议被接受还是遭拒绝,因此敏感而高傲的病人讨厌这样的顾问,更是与他们自己的病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